上星期耶华牧师继续分享以体态样为食物的信息 在当日录制主日信息的时候 耶华牧师已经联集观日约三个半月 他发现思想速度加快 记忆也都较以前清晰 这个就如HRM所言 观日会使脑部神经线生长的缘故 并且食量减少一半 这个是由于饱吐的信号更快进到大脑 并且在减少睡眠时间的同时 体能却是不跌反升 导致脂肪消耗的速度 连以前尝试连续28天健身也达不到的效果 这种效果只是能够用每月 用数十万元的累固醇吹谷底下才能够达到 但是如今在没有增加任何补充剂的情况下 藉着观日已经达到 所以相信这是神吸引药室教会 因着愿意为别人预备的原因 神给予的祝福 有关六点补充以体太阳为食物的须知 第一点 对于Sun Eater 观日者来说 他们会面对不成熟的试探 这个是由于当人能够做出 能人所不能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落入夸张 欺骗了自己 正如HRM也曾经有这个问题 他不进食当年 并且曾经接受400天的测试 他其后每年也会进食一两次 但是为了维持观日效果的超然性 他仍然对其他人说 自己多年没有进食 其实每年食一两次已经很超然 因此不需要以夸张手法而破坏他 正如HRM教会得着神超自然的恩赐 医治能力 他们借着夸张方法去维持那个超然性 导致神迹由熟灵开始 却是由血气结束 因此 如果想要在神里面 知取长久超自然的启示和能力 就要学习成熟 学会真诚 唯有借着真诚 才能够分辨众多事件的真伪 第二点 之前曾经提及 观看海水的倒影是不好的 因为海水会折射阳光的紫外线 但是现时从实践经验得知 可以观看咸水的太阳倒影 因为日出一小时内 辐射会是零 超过一小时后慢慢上升 但是日落前一小时 辐射指数会超过一 这个就与日出有所不同了 因此 在日出及日落一小时内 辐射较低的情况下 如果阳光太刺眼 那时可以选择看海水中的太阳倒影 第三点 如果以风潮眼镜 看完本辐射毒素 零点几 或者是1.0的紫外线指数 虽然毒素标的紫外线指数低 但是同时 如果太阳很光 例如 当时已经是日出后50分钟 就可以戴上风潮眼镜遮光 因为 那时尚未需要看水中的太阳倒影 但是风潮眼镜 可以大量减少光度 也可以减低紫外线指数 又例如 在日落前1小时观日 如果开始的时候 阳光太猛烈 也可以使用风潮眼镜 第四点 除了日出后1小时 及日落前1小时可以直视太阳之外 其余时间 要观看水中太阳的倒影 其中一个方法 提住水盆观看太阳倒影 也是有效的 当然 互相知死的阳光是最好的 例如南生围的湖 黄金海岸的海边 第五点 香港观看日出 较日落容易 尤其当观日时间超过10分钟之后 因为 日落的时候 阳光会由刺眼 漸变到暗淡 所以 在日落的1小时内 不清楚由何时开始看起才最适合 在日出的时候 光线由暗淡 漸漸变得光亮 眼睛就容易习惯 当光度慢慢增强的时候 可以立刻戴上风潮眼镜 此外 日出的时候 容易预计将会有怎样的云层遮挡太阳 因为 最高的云层 好像丝毫不动的 不会影响你10分钟的观日过程 中间云层 移动速度较快 而最低的云层 就是遮盖着山顶的云模 移动得很快 三种云层 不单飘移的速度相差很远 而且有不同的方向 所以 你先要预计云层的走向 才选择观日的位置 让全程不会被云遮挡 但是 在日落的时候 太阳下方的云层 就好像隐形一样 不能够看到 结果 有可能在观日的过程中 太阳突然消失在云层 让人大失预算 第六点 除了云的走势之外 看太阳的地点也十分重要 香港有很多地方 同时适合观看日出和日落 例如元朗南生围 而海边的看日出地点就是西贡 但是在观日的时候 千万不要站在草地上 或者将脚浸在水里面 如果当日看不到太阳 可以看光云 就是天空最光亮的地方 先量度复射量 再望最光的位置 以维持时间 这样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一星期看不到太阳 要寄三星期的时间 而因应弟兄姊妹 需要改变生活习惯 每日早起较为困难 上星期 日黄牧师也分享了小梭打粉的应用 就是每日早晚进食一瓶砂糖池分量的食用级别小梭打粉 服用之后能够洗人熟睡 及第二日早上较容易起床 即使睡眠不足也会感到好精神 这是由于小梭打粉 能够将身体内的乳酸、疲倦、酸性物质通通带走 甚至连缺乏睡眠的疲累感觉 也不会累积到第二日 再者由于小梭打能够带走乳酸 因此能够洗健身带来的酸和酸实 至于使用方面 由于小梭打程药检性 因此要在进食后三小时 或者进食前一小时饮用 可以选择晚上饮用 如果时间不许可 才选择早上饮用 由于观日能够改善机能 因此 开始可能较为需要小梭打的帮助 但是当观日的时日增长 身体机能改善 就不需要每日饮用 甚至每两日饮一次 效果也都已经非常良好 此外 最近 小梭打粉能不能够和 supplement 营养补充剂一起服用呢? 答案是 是不可以的 饮用小梭打粉之后一小时 才可以服用任何其他 supplement 所以 可以选择饭后三小时后 饮小梭打粉 然后立即睡觉 如果服用时间为早上 可以在起床后 先喝小梭打粉 待一小时过后 才服用其他 supplement 由于小梭打 和营养补充剂 对身体也有不同的帮助 在观日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选择一日 在起床后 吃营养补充剂后观日 另一日 即是吃小梭打后观日 回到家才吃营养补充剂 问题二 从我的经验 若观日前服用supplement 身体整体的能量 感觉上会较强 但是服用小梭打粉 却是能够增加精神 两者如何取舍呢? 答案是 可以选择在晚上服用小梭打 就不会和早上服用补充剂的时间起冲突 如果无法在晚上使用 才选择在早上 问题三 当时服用小梭打粉 有一些好像吐射的现象 这个是否正常呢? 答案是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小梭打会导致身体微射 原因 小梭打偏检性 以及属于一种盐分 会导致轻微吐射 如果属于非常酸性体质的人 可能会完全没有吐射的现象 问题四 小梭打粉有盐的味道 渴后一小时 就会有口干、口渴的现象 这个又是否正常呢? 答案是 这个也是正常的 而关于水分 我们应该每日喝两公升的水 尤其学习观日的时候 练习前后都要喝水 那就能够最快得到成效 问题五 小梭打粉是盐的一类 我们的身体 如果不是特别要处理重病 是否不建议剂量高于一茶匙 避免肝或者肾功能负荷呢? 答案是 是的 小梭打会成为肝和肾功能的负荷 所以 如果按照疗程去做 对付绝症的话 短时间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长时间大量摄取 其实 任何 supplement 即使是最好的 都不应该长期依赖 当然 如果日后完全不需要吃东西 也不需要再服用任何补充剂了 所以 任何补充剂 如果当身体不需要的时候 最好也不要服用 问题六 小梭打粉 让身体偏向简性 是否身体偏向简性会健康一些呢? 另外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自己身体的酸碱度呢? 答案是 一些价钱几毫的测试纸 可以利用腿液 量度出身体的酸碱度 身体偏向简性 是比较偏向酸性的好 因为 偏向酸性是白病之源 过度酸性会导致血液 比较容易凝结 磨损微思血管 也导致三高等各种的疾病 并且 很多细菌 都是生长在酸性的环境 再者 我们身体每日都制造大量酸性 包括 睡眠不足 疲倦 缺氧 粗劳 疾病 压力大 身体越酸性 越容易疲倦和睡得不好 当酸性上头部 便会引起头痛 因此 小梭打粉对于因为压力大 缩醉 或者是酸性导致的头痛和小毛病 都十分有用 在总结感染部分 又说牧师分享到 凡事亦可半信半疑 但是对一些绝对可信的事情 仍然选择半信半疑的话 这个只是显示了你的智商 原因 如观日的练习 九个月就能够分别出真伪的话 很难瞒辨别人的 再者 这种方法已经出现达20年 亦都有过万人尝试过 因此 应该不会是假 但是同时间 西医承虐 却只需要数十人做实验 就可以推出示面 甚至 数十年后 多人因为副作用死去 亦只是收回产品 因此 在资讯多百倍的情况下 如果选择怀疑观日的成效 却同时间 不怀疑西医 这是以不对等的法马衡量 再者 观日是一种技术 不单只可以成为饥荒时的答案 亦可以让人长寿 今个星期 任何牧师继续分享 以太阳为食物的讯息